呃 哇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罵人家狗腿就不用賠 而且是無罪 所以現在就是法院認證 你罵人家狗腿 是ok的囉 是這意思嗎 欸 那攝影大哥 你怎麼那麼狗腿啊 你對你們長官每次都送便當這樣 我以後可以這樣子嘛 無罪啊 對不對 法院認證 而且 而且重點是 這個狗腿是不應該出現的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當時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個就是呢 呃 陳寗官這個主持人啦 我知道這個美貌跟我差有一點多啦 但是沒關係大家忍耐看一下 他說這個旺旺集團的董事長蔡衍明呢 是國台辦的狗腿 既然說我老闆是國台辦的狗腿 我老闆可是很努力的在兩岸之間穿梭 希望兩岸之間能夠和緩 能夠這個大家都是好朋友 怎麼可以說我們家老闆是國台辦的狗腿呢 是在年代向前看的這個節目 他的叫做陳寗官這個主持人大家記得 所以呢 旺董就提告了 但是呢 一路打到三審 最高法院在昨天就做成了確定的判決是旺董拜訴 意思就是說 陳寗官說國台辦狗腿這件事情是 什麼樣 是善意的評論 因為他是就是論事 這就是我們的三審法官寫的這個審判文喔 審判書喔 不可思議吧 對不對 小學生你隨便人家罵人家是什麼狗啊什麼的都不好對不對 狗很可愛 拜託不要罵狗好不好 我們都會跟小孩說你不要講這個不好的話對不對 結果但是他還是善意的批評嘛 那我以後也是不可以告我喔 我都是善意的喔 對 來 前立委 鄭麗文就說台灣法官很離譜耶 狗腿本身很難聽啊 難道法官不敢得罪綠營嗎 還是法官認為這輩子就是 喔 原來法官自己也要當狗腿 難怪他會判狗腿這個無罪啦 那我們這個蔡衍明本身是非常本土很老闆 真的 我老闆很老闆的 非常愛台灣 好像到中國大陸賺錢是台灣之光 他也希望兩岸和平 何罪之友呢 好 還有這個兵哥就說 綠營名嘴罵的時候呢 在後面就加上問號 接著引述別人說的話 明明在罵人 但是卻用影射的方式達成目的 你看 實在是 對不對 很沒有膽耶 你要罵人你就直接罵啊 對不對 就跟我一樣啊 直接罵 罵完就說 我只是善意的討論而已 幹嘛要在那邊用這個影射的方式 對不對 然後本案法官開了有人罵狗腿就可以一起罵的先例了 所以蔡總統跟隨美國的政策 他就是美國的狗腿 喔以後這個 已經合法囉 這個法院認證 蔡英文就是美國的狗腿 喔 民進黨是執政黨 如果整黨都是狗腿 整個中華民國都會變成狗腿國 為了公眾的利益 有必要討論民進黨 是不是全黨都是狗腿嗎 拜託 如果你們全黨都要當狗腿 不要再欺負狗 我覺得狗真的很可愛 而且就是那個爪子 中間那個軟軟 我又離題了 民進黨你們可以自己離開嗎 不要欺負可愛的狗 然後重點是 就是中華民國不要有你們這些人 然後你看前立委李勝峰就說 法官做的判決應該有教育效果啊 所以現在是教大家怎麼樣 罵狗腿無罪 所以以後小孩子 難怪剛剛我上一節不是才在生氣嗎 所以小孩子說去給人家玩 然後破壞 家長還說 只是小孩子你不要計較嘛這樣子 就是因為這樣子 你看 小孩子都不好好教 現在連法官都說你罵狗腿是無罪 以後社會就能夠接受用狗腿讚揚一個人嗎 顯然這個法官不適格嘛 最多就是一個法將 更是掩飾自身的立場 這是三審 已經三審了 各位觀眾 三審就是最後一審定驗了 最壞的示範 那蔡衍明是個很有強烈台灣意識 很愛台灣 兩岸觀點也是以台灣為基礎 看兩岸發展的人 為何只是因為看法不同 就變成狗腿 你可以不同意別人 但是你不可以侮辱別人 其實確實是這樣子啊 我每天走在路上都會看到很多 我不認同的事情 但是我沒有必要去罵他或者是怎麼樣 對 而且狗腿這個 現在連法院都認證了 這個我覺得蠻難過的啦 那尤其是其實陳寗官在節目上 他不只自己講喔 他是拿郭台銘批評這個望董的國台辦狗腿的話 來侮辱蔡衍明 但法官卻認為這個是一個善意的評論 所以旺總就敗訴了 前立委蔡正元對於法官的判決理由非常的不以為然 他說如果按照這個邏輯的話 那戀台生也就是年代電視台的這個老闆 那他就是民進黨的走狗啊 我們就算這樣講 戀台生你是民進黨的走狗 戀台生你是民進黨的走狗 不可以告我 因為這只是善意的發表言論而已 蔡博士您怎麼看呢 臺灣的法院一向是判難不判律 你看嘛 臺南那個議長會選案 可以找出這麼奇怪的理由 通通無罪 那你這個陳寧官他的背後勢力就是年代電視的老闆戀台生 戀台生是可以隨時跟蔡英文吃晚飯的人 而且聽說戀台生也可以決定NCC主委的人 那在這麼一個狀況底下 法官會判這個陳寧官 或者跟他的年代電視台這些人有罪嗎 當然不會嘛 他再怎麼違法都無所謂 對 在臺灣只要你是綠的就可以無法無天 就會違背所有的法律 那如果是藍的 你家裡面的鳥 鳥 抓得沒辦法吃 這個就是目前臺灣的一個司法的現狀 對 所以這什麼 我都聽不下去 善意發表言論 這個叫善意 那如果我說戀台生就是民進黨的走狗 狗腿子 那我是不是善意發表言論 你要小心會被抓 我說如果 我把我假設嘛 對不對 那不是嗎 我是善意發表言論 不算一模一樣 對不對 你也屬於尖酸負面 而且雖然我用詞 尖酸負面 讓練臺生感到不悅 但仍然是善意發表言論 對 我就不知道啦 如果說換了一個名字 而且練臺生 令人高度的訝異啦 非常非常的訝異啦 我覺得蔡政委員到底在訝異什麼 她也應該知道現在臺灣整個司法界 就是綠油油的一片 大家不綠也不行 就算你很想公平公正 但上面的人會跟你說不可以 這就是我們現在司法界的現況 確實讓人很難過啦 好 我們來看到就是 其實中天被關台這件事情 我們也一直覺得很不公平 不公正 你看這個我們打了這麼多官司 15勝是不是 現在是15勝還16勝 NCC還是不把52坦還給我們啊 都是沒有公平正義嘛 好 我們再來看到是練臺生 她經營的這個伊電視跟年代電視 她有兩個電視頻道 動輒就對菲律的人物跟事件扣紅帽子打壓 但是請注意大家還記得4年前 林森北路那個錢櫃大火 其實完全是人為的因素 因為他的那個 在這個整修的過程當中 好像是防火門有問題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個時候是造成非常重大的死傷 現在民眾黨的那個台北市議員張志豪 當時還是救難英雄之一啊 他當時一燒還衝進去還救人出來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問他 那個案子有多嚴重 但是呢 這兩家電視台 伊電視年代 既然對這個錢貴KTV的大火案 隻字不提 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那一天從早到晚 全台灣所有媒體都在檢討KTV 那個大火到底是什麼原因啊 這兩個電視台可以不要提喔 對 那這個是把媒體當成私人工具 甚至是幫政府用意識形態來打壓 一己不斷的抹紅潑糞 在外打拚的辛苦台商 失去媒體客觀的公益性 這樣的媒體不就是執政者的狗腿嗎 請注意這個我這是善意的言論啦 你看這個一傳媒2019年6月27號 年代向前看 是以負面偏激不堪的與詞貶損 在大陸的台商市國台辦的狗腿 但是NCC很消極被動 從來都沒有介入調查 有沒有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的相關規定 所以NCC也是狗腿嗎 假裝這件事就不關他的事 但是請注意喔 有沒有2018年高雄市場選舉的時候 我們中天報的這個新聞 民進黨立委邱盈她是主持活動 當時她喊大家不要離開 大家不要離開 結果NCC就說沒有 中天你報錯了 當時邱盈講的是大家不要離開 我的台語不是那麼的標準 但大家應該知道意思 我們是寫說大家不要離開 但是NCC說邱盈講的是大家不要離開 大家不要離開 卡住了 就罰我們20萬耶 就這樣子喔 那這個狗腿呢 好不好去罰一下 好但是呢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 NCC在沒有證據的情況底下裁罰 認定事實違法 而且她判決是撤銷處分 所以中天是免罰確定 所以你要知道 這個名語官鬥啊 通常這個一般老百姓要去打行政的這些官司啊 要贏很難贏啊 我們中天既然就贏了 我們就免罰確定了啊 所以你看NCC有沒有雙標 超級雙標齁 然後回過頭來再講這個錢櫃 六死六十七傷 是台北林森店大火案 傷者在法庭上痛罵錢櫃打壓被害人 也有甚至有人做輪椅出庭控訴錢櫃 說這四年囉 等不到合理的道歉 這場官司即將要宣判了 但是案發至今 練台聲經營的電視台 他的媒體選擇沉默 一句話都不講 那我也很好奇 最後判決出來的結果 有沒有公平有沒有正義 對這六死六十七傷 這些這個所謂的受害者 是不是一個公平的正義 我們大家就睜著眼睛看法院怎麼判 好回過頭來說到這個狗腿 我們的嚴正生老師就說 其實有些人認為狗腿是有分種類的 狗腿還有分種類 他說就像我們的政府 就是把自己當成是美國的狗腿 成為是一個勳章 是一個榮譽 那嚴正生老師很感嘆 說希望國內的政治人物 學者媒體人 這些人要不要多吃一點鈣 才能有脊椎 才能站得直站得穩 鋼強壯膽 不要看到美國就歪掉了 那這個快點購 不知道有沒有賣鈣 但是我可以確定的是 那個膠原蛋白藍色那一支 是可以幫助你的骨骼更強壯 大家CTI613買一下好嗎 那我們也來聽聽看 嚴正生老師是怎麼說的 我覺得他們大概認為 狗腿還有分種類的 他們覺得說譬如說 我們的執政黨 我們很多的政治人物 在幫美國人當狗腿的時候 可以幫白人當狗腿 而且是一種榮譽 就是他還把你 你還可以作為他的狗腿 那我覺得這個是最糟糕的部分 就是我們台灣的兩套標準 就是碰到日本碰到美國 你是一套 那我覺得如果說我們今天是真正獨立性 有尊嚴我們台灣天天講尊嚴 講主權 可是碰到很多事情的時候 被人家吃了豆腐 我們還謝謝別人 我不曉得有多少女生 被人家吃了豆腐還謝謝別人 但我們台灣的政府常常會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今天你如果說 要指控別人是狗腿 那你自己的就是從來不做狗腿的事 可是對不起 我覺得我們的這些政治人物 包括很多的媒體人也非常狗腿 我必須這麼講 包括我們學術界 狗腿更多 我必須要這麼講 真的是很糟糕 我常常認為說 一個是法院 一個是我們的學術界 一個是媒體 是不是我們這些政治人物 包括這些政治人物在內 大家都應該多吃點蓋 怎麼一點的脊椎都沒有 都是這樣子 那麼愛討好 那麼愛迎合政治的風向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台灣 目前我認為是最大的危機 就在這裡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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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下集中